不同种类的物业买卖成交小则数十万元,多则上亿元,甚或数十亿元,能合谈这些大额交易的地产代理,其口才必定了得,当然更能提供优质及专业的服务,以不这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所得。 市场是百货撞百客,基本上没有做不到的生意,但是在看楼及谈判过程中,最容易告吹的交易多数涉及风水意志。 谷信风水的客人,大部分都会听取自己风水师的意见,只要风水师建议不能接受的单位,任凭地产代理有三寸不难之舍,都难以力挽狂难。 相信风水的客人,都会留意居住单位的左向及警官,因他们认为与磁场及气场有关,会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及运势,所以,以不这从多年来的经验总结。 风水对地产代理的买卖谈判可说是的可在州,亦能覆州,所谓风水,是指居住的单位能够带给个人的磁场及气场,就是这座大厦及单位面向的警官及单位的间隔。 再配合周边的配套,举例,开阳的单位,能背山面海更为理想,可以带给居住者欢阔的视觉效果,面对陆游游的山脈,蔚蓝的天空及碧陆的海水,如此环境自然有身心舒畅的效果。 有些大厦可能为处市区,但拥有便利的交通,兼有会所及平台花园等配套设施,也能够带给居住者出行便利及生活舒适的感觉。 也算是适合他们的风水要求。近两年疫情冲击香港及世界各地,大部分港人都不能外游。面对工作的压力及经济的波动,大家都少有机会可以放松心情暂别平日繁重的工作。 甚至连做运动的机会也被剥削了。香港地小人多,居住环境狭窄,相信部分港人真的受够了。因此有足够能力者,在这段期间都愿意选择或签置空间较宽淌的单位。 务求建立更理想的安乐窝,希望可以透过改善居住环境的持久,值以提升个人的气场。 感谢您的观看